- 市長好,我們收到許多民眾的來信,他們有許多問題想請教,請市長過目。 喔,這樣喔? 柯P我愛你? 不好意思 這從哪裡來的? 市長,我家是老字號餐館,我是第二代,很猶豫要不要回家接班,總覺得看不到未來 這個問題問我就對了 在大環境的變遷和消費形態的改變下,為了協助台北市的傳統店家升級轉型以提升競爭力 我們從104年開始,推動了店家再造計劃,到107年,總共輔導了59家店,透過內外的歡心,讓二代接棒,讓國際的觀光客走進來 我們結合專家顧問,陪著店家一同找出每家店獨有的特色和故事 從品牌定位 品牌識別設計 產品包裝 空間改造 四大面向 索索 協助店家轉型升級 提升店家品牌的價值 改造最常碰到的問題就是溝通 改變原本熟悉的店名、店面、經營模式 導致店家的不安全感和兩代觀念的差異等等 都是需要協助溝通解決的問題 要讓店家們改變思維 理解改變的意義、品牌的價值 經過再造的店家 保守估計 每家店的營業額跟來客數 至少都成長了一成以上 透過改造 不只翻新店面 也改變店家的思維模式 讓店家四代接班更容洽 也寬轉客群結構 吸引更多的觀光客 我們以台北照起來 推動整個台北市的店家轉型計劃 從點、線、面 逐漸延伸 大量促進小額消費 就會帶動台北市的整體經濟順勢成長 已經在市場真的很適合 崩潤地區 推動台北市的市場 Bei word助市場 任何 引擎 櫃子 加入 我們 全 我們大概在過去四年當中 輔導了59家的店去做轉型升級 將來我們台北市在這些傳統店家的升級改造 我們會秉持這個特色 這個要點就是說 我們要突選我們在地的文化 讓它變成好到可以上國際的這個舞台 台北造起來 造回造出新未來 2019台北造起來 在造店家申選招募中 詳情請上台北市商業處 合家合戚圖 引台北 我講得這麼誠懇 你們還不來嗎 那個誰把情書還給我